消防局第三大队玉璃消防队 2014年签建完毕之后 旧有办公厅社也闲置到现在 一度成为了自然的死角 社区景观的独流 玉璃增工所是积极的争取改善 重新活化来利用 也获得了原住民委员会的支持 镇长蔡秋龙表示 原民会支持补助500万元 会先行规划设计 未来会打造成为玉璃镇的 原住民记忆展示中心 前至八年的玉璃消防队 就听设现场拉起了事工封锁线 围棋工程为理 玉璃镇工所准备来大改造一番 除了重新整顿建筑环境空间 未来镇长蔡秋龙表示 也不排除作为镇公所 原民客办公处所来使用 就消防队是我们公所的 的一个对原住民部落 族人的一个聚会场所 让他们办活动 小农市集都可以考虑 有没有可能 未来原民客也会 也会叫到那边去 有可能 玉璃消防旧听社 全面播交给镇公所后 镇长蔡秋龙 趁原民会主委 一将把路而回乡巡视时 当面陈情争取 获得支持补助500万元 先行规划设计 重新整顿的建筑环境空间 镇长蔡秋龙表示 未来希望能打造成为 玉璃镇原住民 记忆展示中心 原民会一将把路主委 来玉璃的时候 我跟他就是 拜托就是要 要修缠这栋大楼 他第一时间就答应说 500万先让我们用 后续不够的部分 再叫我们提计计划 500万元的规划设计费 目前先行整顿一楼空间 后续原民记忆展示中心的建制 蔡秋龙进一步说明指出 将会在向上争取近2000万元 将整栋建筑空间环境改头换面 成为玉璃镇的原民产经文化中心 记者是玉璃玉璃镇采访报道